嗨,大家好,今天想和您分享的是川味粉蒸排骨 我觉得这是保持排骨鲜嫩多汁的最好的烹饪方法 这是Costco的排骨,比较便宜,但味道一般,不适合清淡做法 最好做重口味,里面血水比较多,先立起来打开一个小口 然后再剑开,把排骨拿出来,这样血水就不会流出来了 用一扇的三分之二,我称了一下大概是900克 这么长的排骨,把它剁成两截,肯定冻结特别大 我过去不止一次介绍过这种方法 用树枝茧,非常轻松就可以剪断 不过新买的茧子上面肯定会有机油,你得想办法去掉 如果排骨腥骚味比较重,一定要用水泡一会儿 既可以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把碎骨头渣子去掉 接下来要准备米粉,糯米四分之一杯 一茶匙花椒 两颗八角 两片香叶 炒的时候全程开小火,慢慢的把调料炒出香味 把糯米炒至微微变黄就好了 我过去在打碎之前会把调料剪出来 如果留下也可以,口味会更重,不过要打得更碎一些 豆瓣酱里往往有大片的辣椒和豆瓣,最好切碎 可以达到更好的口感 然后要把豆瓣酱过油炒香 油的量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些 要小火慢炒,让豆瓣酱的香味充分释放到油里 排骨控干水分以后,加入一茶匙盐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花雕料酒 一汤匙蚝油 再加入适量的姜末 加入炒过的豆瓣酱 但是油先别放 如果您喜欢放鸡精啊,糖啊,也是可以的 排骨均匀沾满调料以后 加入糯米粉 这个顺序就是让排骨充分的入味 先放调料,后放糯米粉 而刚才剩下的油,这时候再放 如果过早的放油 就会在排骨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就很难入味了 这样腌最少两个小时 如果不着急吃 第二天再做,效果更好 铺的这一层是土豆块 我的经验是要先撒烧起盐 您也可以用山椅、红薯或者芋头来垫底 排骨要平铺,不能堆称一堆 蒸锅最好选那种中间不滴水的 水开以后计时,蒸60分钟 排骨的味道自不必说 就说这土豆 如果不说,您没准以为是芋头呢 感谢您的观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吗? 对